來到蘇花公路崇德斷就在二十四號下五點多 發現了落石砸車事件 二十九歲零星男子開車 剛出崇德隧道沒有過多久 被落石擊中 因為石塊砸到駕駛座 導致車輛失控 致狀山壁 這名男子被警告救出送醫急救之後 很不幸的依舊是宣告不治 白色轎車卡在山壁 整輛車動彈不得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副駕駛座安全氣囊爆開 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狀 車底零件散落在地 大併營銷道場進行救援 救護人員將受困在車內的駕駛 抬上單駕 送醫急救後仍傷重不治 六十九歲的理性駕駛 二十四號下午五點半 開車行進蘇花公路崇德隧道口 在臺九線一百六十二點九公里處 被落石擊中 先是擋風玻璃被砸破 石頭在擊中他的頭部 導致整輛車失控 直接衝撞到對向車道 最後衝向山壁才停下 是不是酒醬釀或藥等檢驗結果出來才知道 而詳細事發原因 還有待警方進行不釐清 記者劉明信聖宗紫妮採訪報導